就是要...還要... 搞大它 就是搞大它 增加對人亡的支持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我聽一下葛小姐的電話 葛小姐 葛小姐 你好 葛小姐 你好 葛小姐 你好 你好 請說 前幾天呢 我在灣仔見到你那個呢 我是葛珠來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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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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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那我就是想告訴你 其實呢 我就應該錄完美做完的事 不過我會參加七一遊行的 因為其實已經很久了 好啊 好啊 那你要來我們那個隊 我會 一定會 OK 但是香港很熱 很辛苦 是啊 很熱 葛小姐 葛小姐就是澳洲 是啊 真的 在雪梨 是啊 你真的記得 我說了要請你來我家的 識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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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們叫雪梨 你叫雪梨 你叫雪梨 真的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雪梨就是雪梨 是啊 真的很討厭 習慣了叫雪梨 大陸的人一來就什麼都要改 真的很討厭 是啊 人家台灣叫做over一百年 不是 香港人 中國人在那裏叫雪梨 叫做一百年 over一百年 他都要這樣改 真是很無人 不要說話著 不過呢 我就想跟你說說 黃毓民先生 我覺得你應該很開心 因為其實 香港近年的所有的惡法 都是因為針對你而做的 哈哈哈哈 是的 真的是 他在收緊議事規則 網上管制 替補機制 全部都是因為你 還有我記得你當初 是入立法會的時候 你說是要反轉那個立法局的 我覺得是完全達到 對現了這個選舉承諾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我對香港民主是 一點信心都沒有 但我覺得 是要做些事情 還有 做了你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 是應該開心的 謝謝你支持 是真的 謝謝 那還有呢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這個 替補機制 我更加討厭民主黨 因為就是 去年 沒有加入這個 五區公投 搞到五區公投 投票率比較低 只有17% 他現在經常都 拿著這個17% 拿著你做席口 臨帥 臨帥 真的 看得很生氣 但是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 我相信 有些人應該會很後悔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 會不會後悔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討厭民主黨 其實六四個晚上 我集會又見到 何俊仁 真的想走去罵他 不過我覺得 這個時候 很想去討厭他 其實真的 我覺得 留選舉教訓他 通知親朋戚友 這個很重要 我其實已經沒有了 投票權 但我當然會通知我的家人 還有 其實很深奧地說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 真的挺不爭氣 這麼多惡法 好像 沒有什麼聲音 無動於衷 很無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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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毓民先生 我覺得你自己 真的撐得很辛苦 我真的覺得 香港的人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真的很深奧 不過 都要做些事情 我自己覺得 對 我們要繼續努力 沒錯 還有我想跟馬祖黎先生 說一下 我覺得 馬祖黎其實 是香港很多人 都很喜歡的 新一派的民主鬥士 但其實 我覺得跟黃毓民先生 一起做事 當然會很開心 還有學到很多事情 不過其實 很多的 其他的朋友 都跟你說過 黃毓民先生 之所以 得到我們支持 就是他有非常強的信念 還有他是 崩潰強權 而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 其實黃毓民先生的魅力 來自他讀很多很多書 這一點 我自己 當然會很好地學習 但因為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也是香港一個 民主的一個新的希望 我希望 讀書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黃毓民先生 一定會同意 讀好書 是一切生活 或者一切力量的基石 同意 一定會 多謝郭小姐的麵例 多謝你 OK 多謝 拜拜 現在都會盡量的 在工作之餘 繁忙的 日常工作之餘 都盡量 抽多些時間看書 我早幾天 就在這裡樓下 就碰到這位郭小姐 她就在雪梨回來 在雪梨都很多年了 其實她還是中大澳洲校友會的領導人 以前是 很有心的 所以我們都非常感激她 剛才對我們的鼓勵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靠這些來支撐住 是嗎 沒錯 剛才她對你的期望 我想你也聽到了 絕對 好 我們聽聽劉生在美國打來的電話 會繼續增值自己 到劉生了 你好 你好 我有兩件事想說 我想大家說一下 就是上次城市論壇 就是講市公會那件事 那個馮法官 我真的想要給他五個字去 我屌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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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四個字 你想想 有個我字 有個我字 你很可憐 這個法官 父母讀書讀了這麼多年 讀屎片 你現在互聯網 大哥 大家一人一個平台 是不是 現在大哥有言論自由 我現在不是說 馮法官 我膽子 那當然不行 這樣就變成恐嚇 那你現在連 人的平台都想封閉 那你算是甚麼意思 是不是 那你現在何謂甚麼言論自由 你美國 你不喜歡奧巴馬 都可以說 喂奧巴馬 你這個混蛋 你搞經濟 你搞什麼經濟 你收檔 是不是 好了 那你現在民主黨 那些傢伙 又說 想和大陸 妥協 喂 大哥 如果大陸 政府是好 為什麼那些人 常常反大陸 老實說 想反北京政府 不會的 因為政府好的 就不會反政府 喂 你的政府不好的 那些人 就要 好像利比亞那樣搞革命 就是因為你的政府搞人民 搞人民這麼可憐 大家搞革命 就想 推翻極權政府 喂 告訴政府 你不是大了 你不要當我死 你不要當我沒有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我 七一大遊行 老實說 七一我就不能回香港 但是我叫香港的親戚 最緊要 支持我們 就麻煩你 你還有良心的 就麻煩你那天出來 對 給你顏色去看 喂 我自己覺得 今年是會多人的 因為你看看 過去這一段時間 政府真是 真是亂了 你明白嗎 你只說 僭建這件事 已經好醜了 喂 你的局長又僭建 副局長又僭建 特首又僭建 是吧 唐英年那個 家親戚又僭建 是吧 然後每個人出了事之後 都說 我這些不是僭建 但最後都要殺 那你不是僭建 就不要拆了 是不是 屋宇署長都有僭建 就是負責執行 這個 反僭建的 那個屋宇署長都有僭建 這班人是甚麼來的 你看到真是 真是很奇怪 跟著這個 林鄭月娥呢 現在又屈服於這個 新界佬 是吧 那你沒辦法的 大哥 那些新界原居民 或者新界那些 訂屋那些 陣陣有詞 你政府都是這樣 對不對 你講話 你搞定了政府 你搞我 是吧 所以你看到的 就是政府 還有派了六千元才 那些 派到現在都還沒派到的 一時又說 要想想怎樣登記 喂派錢而已 對不對 現在不是 喂 大哥 派錢呢 有甚麼這麼艱難啊 大哥 是吧 所以你說真的 不懂得說 好 我們來聽另一個電話 一等兵 喂 哈囉 喂 哈囉 你好 你好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我老婆叫我問你 你的腰骨 是啊 現在好一點 還有問你有沒有喝鹹竹蜂 有 我沒有 我喝過一隻 叫做甚麼 我老婆聰明 那些叫做 那些 我死定了 一浸了就散開 那些叫做甚麼 韓國 不是 那些 那些對話聲 好一點 要保重自己 有這件事想說的 關於那些宣傳那裏 我看到有人 發布了那些歌 改過那些歌仔 上去的 那上次遊行 我發覺 唱歌那裏 很散 那如果組織一下 有一班人 是固定熟一些歌的 帶著唱 那個效果 如果我們1000 1000人或者2000人 3000人一起唱 那效果會好很多 非常好 好 這個要交給選民力量 那班歌王 是的 包括在我旁邊 那第二件事 那第二件事 就是